那譬如說像,其實我在看的影片,我最近在看的時候,我本來沒有預期,所以我一點蓋的時候,我有點驚訝一下,因為那是我的母校,那個校圍就是輔導,對不對? 對,我也是唸輔導 對,我突然20幾年前,我唯一通通浮上心頭,害我有點沒有準備好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是在一些年輕人的身上,他們怎麼去處理這個感情這個部分 那當然,在女女類伴侶裡面,他們是發展得比較穩穩穩的 只是說,可是發展穩穩的當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其實是社會勇善的一些對待 例如,在騎機車的過程裡面,被一個陌生人攻擊 那我相信這種,其實它反映的就是一個,我們社會文化裡面仍然還是有這種很恐慌的氛弱 和社會,被一個性少數的壓迫,這個其實勿數不在嘛 有重,有輕盈,大,有小,有各種的形式 那我覺得,在這一個裡面,其實我們看到了,這件事情仍然是持續的在發生當中 而且它會對於親密關係的關係,其實是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這個也有我的本業是心理智商 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是伴侶智商的工作 那傳統的伴侶智商其實就是幫助這兩個人去溝通,去談話,去對話,去修補 可是我們比較少看到的是,這兩個人的修補 其實它是需要更大的社會脈絡的一個支持 這兩個人的關係才有可能更好的發展去埋進 所以在女人的關係裡面,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問題 社會化的一個負面影響 那男人的關係的話,我先看了一下電影,我再回頭仔細看劇本 那我本來其實不太知道他們兩個人的興趣像是什麼 就是其實在那種曖昧的方式再呈現 那我後來仔細看劇本的時候,其實它是把兩個人都設定成是男同志 那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是說男同志是朋友還是情侶 那其中有一位是叫阿偉,就是比較皮膚黑一點,對那一位 那他對另外一位其實是比較有主共的一種想像,情侶的想像 那另外一個人對他好像變得有太直接的一些實驗的動作 那其實這個某方面有一點,剛剛我們談的有點關聯 就是說,嗯... 我其實不知道這個故事的設定的年代還是在什麼什麼時代 那感覺上那個情侶還是很壓抑的 就是說好像還是沒有說出口的 儘管兩個人好像是都是男同志 但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到底要往哪裡去發展 我覺得有一種悶悶的感覺,有一種壓抑的感覺 那我想這也是很多同志伴侶 看到這個故事其實讓我想起一件事情,但是有一個個案 是大概10月20起的時候有一個個案 但是他們照顧不太一樣,他們其實是好的 可能有A跟B兩個男生,是很好的大學同學 那A對B其實是有很多的情侶和好感的 可是B應該適合異性戀者,可能是吧 那總而言之,他們A對B告白 然後在那麥葉子前面就告白 那祖母很多人的傷痛都更是一樣 結果被告白那個對象的人,他就不知所措 那他的當地人的處理的方式就是 把他的告白實力供奉在不告來上 所以那家裡就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因為他不但告白失敗,有朋友也做不成 而且還被一向後出貴 而且班長同學是一些情侶和其班長兄 所以其實我有智障過像這樣的案例 就是這樣回到那種同的氛圍 就是說那我本來是一件多麼人性化 一件事就是你對人有好感,然後我告訴他 可是這件事情竟然會成為一個 到後面成為一個傷害 而且是後來他就累了,然後他就重複 和憂鬱,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但這案件是什麼?他後來也很痛苦 所以他找心理智障師 不是我,我都潛意的 那他找心理智障師的時候 那心理智障師是不用催眠去改變他的心趨勢 十二年前的事情 就是荒謬 但這個就是發生在我們的特徵裡面 就如同剛副作者所提到的 很多的這種點點滴滴荒謬的劇情 其實都發生在我們的傷心理裡面 那後來那位男生他很痛苦的 因為這張心理師告訴他說 因為你就是因為愛你男性才被遇到這種象徵 如果你今天是愛你女生的話 就會遇到這麼痛苦的事情 所以他這張幾次後來逃走 永遠再也不敢相信心理智障人員 一直到兩三年之後 他實在也不及同期 就是不多慾暴這樣子 所以其實像這種壓迫 其實他一直都在傷害很多 還沒找到半個人 以及正在一些病患性當中的人 那包括像剛剛那個指揮 也有遇到另外一隻三角的關係 這一個三角的地帶 這個劇情 其實我覺得這三角的地帶 我看看蠻仔細的 我覺得一面勾勒出三種位置的人的心情 其實是很細膩的 包括那個所謂的被被叛的那個人 包括出尾的那個人 以及所謂的第三者 那其實這個所謂的開放式關係 其實也是一個有意思 但是它又太難談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社會的走向 一方面又蠻希望合理 是一種多元的關係的選擇 就是不是只有狭隘的一對應和關係 特別是在同志社群裡面 有很多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然後再討論 可是呢 某方面來說 這也是想就是 智商性主持 不得不辭任一件事情 像比如說 那三角的地帶這個 當中的三位主角 其實都受傷 就傷的 都是其實有能傷的 那種傷 就讓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傳遞出的一種 也是一種悶悶的感覺 那他們的關係會出向哪裡 其實都可以出到 我覺得 其實這個其實也很大的量 我便很需要讓關係更多元化 可是那三 又似乎 不可 不遠 不可不去看到它 那 一樣我還是沒有答案 但是我作為心理智商的事 我其實是會很想到去 去鼓勵 因為太多的人在感情裡面 受到這樣子的傷 然後 在進入下一段的時候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常常是會要有關係更複雜 更困難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看這幾個故事裡面 所想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事情 我每段關係 每個字幕都有 都會去踏去到很多的社會的現象 包括這種統統的氛圍 或者社會的溝通的壓迫 怎麼樣去上來的這些 經濟關係的發展 那這個對於我是一個租人工作者 我實際上是有失去的蠻希望可以去證實這一點的 好 我現在可以想到這裡 我現在很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 我們的就是真道理 那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們把它想分析 因為 今天大家要指負還是會 這個可以指負 好 好 大家好 我想先分享一下 關於那個看極光片的感覺 因為我是先看完劇本 然後才看這些劇本 那確實是我有同感 就是說 看劇 看呃 呈現出來的電影 會覺得不太確定 這兩個男生之間 到底是想開了沒有的感覺 也不太確定他們的性向 因為 我會覺得裡面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阿哲會 我差這麼多 對 阿哲會出現這個 就是開始失陰的狀況 就是他會忘記一些數字 然後忘記他的鑰匙 忘記他自己在哪裡 那我會覺得說 他會是 因為我會覺得 沒有鑰匙跟你 就是找不到路口 就是說進不去我的帳戶 然後開不了我的車 因為他們之後 也會想幾個小時之後 腳踏車的事情 然後腳踏車我就是想死了 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不是好像 失去了某一種 可以前進的動力 還是失去了某一種 就是開口這樣 所以我就會想說他是不是 是沒有辦法跟那個男生講說 我還蠻喜歡你 就是另外一個阿哲會 他是不是因為沒有辦法講說 他才開始忘記東西的幕後 還是說這也是兩個 沒有什麼關係的 是現象這樣子 電新聞的關係嗎 其實我覺得就是 這沒有絕對關係 但是我覺得就是 當作品呈現的時候 就是當觀眾有個不一樣的詮釋 跟解釋之後 我覺得其實還是蠻好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無形當中 當我作為一個創作者 或是說 我受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我默默感受到 社會的那個奮回 他其實會 無意從作品中 對 所以就是 所以他那是可以說 我沒有刻意要 就是他沒有找到 沒有出國或是這一堂子 可是這是一個現象 就是 就是 嗯 現在我說的是 他就是一天發生的神經 就是突然失憶的這些事情 但我們會有找不到自己 就是這種 現在的物質生活 東西越來越多 然後鑰匙也越來越大喘 然後 機車也是就是 就是亂七八糟 然後就是 不停在哪裡 然後我忘記自己 停在哪裡 就是車子可以很多 然後馬路也會亂七八糟 所以就是 這是一個現象的表示 對 對 當然我覺得說 同事當中 同事當中 就是有 呃 更大的壓力 但是我覺得其實 現在的人 在面對情感 或面對這些物資 或這些資訊爆漲 同時也會出現 找不到 突然找到自己的存在 或失去方向的感覺 哦 那我講第二個感想 第二個感想就是 我覺得 呃 好像就是 譬如說 這部片 或者說這個區分集 感覺起來就是 我們在生活中其實常常受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壓力 意思就是每個人都要有另外一個人更正常一點 譬如說你可能 譬如說阿澤在笑臉沒看到兩個人是牽手 然後他就會感覺到對方好像有點尷尬 那他也好像目擊了一個有點特別的狀況 所以他們會去做一些對方 就是要解消這個看起來有點尷尬的狀況 然後可是接下來是說他自己可能又遇到不多去別禮場店 然後講一些讓別禮場店的店長覺得好像怪怪的 所以就是說他說他是不是有點想要突破 所以就去說什麼 你是因為我要搶劫你 所以他是有一點點想要突破那種正常的現狀 那我的感想是就是 好像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一直遭受到批評 就是你不夠正常 或是說你好像如果有一個預期的表現 然後我就要把它導正這樣 然後會遭受壓力 那可是在你的劇本集裡面好像就是 這些外在的壓力可以 譬如說被清理萬事中一些比較文心的東西提消 譬如說像三角地帶等等他的結尾 好像都是兩個人跟話都還蠻文心的 就是譬如說有一點點期待 好像未來我們還是可以走下去的感覺 那可是我會覺得以情況電源來說 好像女女這對心意到文心的 那他們好像是比較可以互相一起吃 然後比較有過期的 那可是男生的這一個溝通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暴力 就是講話好像就是衝來衝去 然後不太會對方照相的感覺 所以我總是覺得說這次 這個社會上對男性的那種溝通的焦慮 好像有一點點不是很夠 就是女生都是通常被要求期待 就是說你要比較能夠體諒對方 然後講話要比較溫和 那男生就是要用一種很不直來直往 就是說就是留一些處理文化 然後互相好像一副內心理解 但是表情就收來衝去的話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個片呈現給我有一種 所以我好像有綠綠的消息跟男男的消息 在公眾的那種用詞的品質上 就是有一點差別的 我相信你覺得怎麼樣 我先回應一下 我覺得女朋友講這個蠻有意思的 那我自己是一個觀察 就是說這個男男 就是片中的這兩個男生他們的相處 我覺得因為他們是還在一種暧昧 我覺得那是一個交流的情侶伴侶的互動 如果是進入伴侶的互動呢 也是另外一種亂害 那他們是一種好像有一點很親密的朋友的這種 我知道我的解讀是這樣子 那他們講話的方式其實就是用一種哥們的連結 所以就是好像隨便的 可以不要吃啊 什麼的你怎麼做這個事情 就是好像比較 就像你講說好像很特殊 然後比較 可是這是很多男性之間的連結的方式 因為呢 特別是如果我們又不是暗語 可是我們又要展現某種親密 其實他們算蠻親密的 什麼都在一起啊 什麼都在一起啊 什麼都在一起 可是那個親密又不能太親密 好 因為太親密的話 就會一點點點點 然後就會民主演 就會參與 如果是在 但是我就是對方會覺得 我可能是有 非常有意思 所以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你要是 你要用比較的話 可能 可能要把一對 男同志伴侶 一對女同志伴侶 當然 國外也有很多種研究 就是他們發現 這樣搭配的 像是模式是不太一樣的 很粗略的講就是說 女同志的伴侶通常會是 會不太照 或是實際上是怎樣 就是 好像就是自己的小先弟這樣子 就是 你不要這樣講 就是這兩個人 可能跟外界會有點切斷 然後這兩個人會非常勉密 簡密 然後男同志的伴侶關係 確實會受到一些性別角色色對話的影響 例如說 男性在大部分成長過程 比較少去學習情感的兩大人 就是這樣的人 在一起就需要情感的兩大 親密的兩大 所以 常常會有 血調少不夠 強促少的一些摩擦 所以確實 如果你把兩種曖昧的關係拿來做 對 我覺得那會是蠻有意思的一種討論 但是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覺得他裡面的關係不太一樣 一個是曖昧 一個是曖昧的 對 所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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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挺好的 其實我 對 沒有太深入去探討關係 的 所以 也許 那個女公司的東西 比較是 就是 片斷式 而且 只有一個比較著重 幫助 但是 我其實個人 我一直有疑問 但我很就是會怕被滋疑 因為我認為男同跟女同相處 絕對會是不一樣 這是我個人的我 他在一家一家片子也都會想 展現在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所看到滿心得之間的表達 我覺得就是 嗯 就是比較不會 就是 像女生那種 就是好像很貼心 或是說很犀利的同意 或是這樣子之類的 那我給朋友 看他每個 我的意思是說所有的同志都這樣子 但我覺得就是 比照常來講就是因為 教育的養成 家庭的養成 對會形說出就是 系列角色或是 的不一樣這樣子 那 我真的覺得我有一個朋友講 看這部片子然後他也會覺得說 真的 欸 我覺得我這部片子 從頭看到 女同 比較好的一部片 男同 什麼 就是 還不還覺得 那部主力的 就是那部片化的男同 對形象就是 然後好像鼻子不在體貼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種女生就是 像 我在 我在關係 可能說我罵一個人 或是我不打 其實因為是太愛的人 太 太 就是 我罵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用什麼言語 或是自己表達 所以會出現暴力 或出現一些肢體傷 或是言語傷 就是 他們 他是說他 一方面是有點 就是 有距離 或是有點不友善的 但同時他的另外的方面就是這樣 他其實是有那個 愛存在於 我個人是這樣的 因為 就是 我們看討論就是 情侶關係的幫助 他我覺得幫助 他就是 因為 太愛的人 或是說我們正處小的 教育的形作 或是並沒有教我們 把我們怎麼去溝通 怎麼去幫助 對 於是就是 學習到一些比較負面的東西 就是 就是用手 可是 可是 當你真心覺得那個人 他其實不是真的要用 暴力 本身來對 那時候他其實是 就是 你會感受到 他其實是強烈的愛 你會說不出口 所以你只好怎麼做 對 那時候老師就是在 輔導的時候 會不會有 這樣子 的感覺 我個人是覺得說 就是 我 我也被打得欺騙 我是覺得 我非常愛 就是 對 我不會說就是 但是我要愛他就是 愛他 如果是 如果你一直用這種方式 不要打 其實我會 呃 受得了 但是我知道 那是 那是一種 很難的東西 等一下 有嗎 那是 我問老師那個問題 就覺得 還蠻有興趣的 就是 欸 就是 知道對方很愛 很愛我 但是 他用家的方式 來愛我 但是從手裡來 那是這種 很愛我 很糾結 想要離開那裡 很糾結 在哪裡 這個問題 我也蠻想請教老師 這樣 不過 一些講笑話 看完影片 在裡面看到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就是 好像 在 大學上班 我自己的 可能有 一點我自己的投射 就是 呃 呃 不用擔心生活 要做什麼事情 經濟也不用有壓力 然後慢慢的功能就是 付錢給你 賣個錢來 就好 然後上課的時候 會 呃 也許不那麼專心 尤其都被擋掉 然後到大禮 然後擔心都會被嚴密 然後 不曉得未來在哪裡 但是 另外一方面 現在的生活又很輕鬆 又可以去設施 又可以去 馬上去喝酒 去爸爸喝酒 然後 真的不用擔心 現在的日子走過 也不用擔心外要走過 但是 好像也就一直問在哪裡 不知道 為何要發展 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比較是關於 那對 女童之外的 遭受到 和歧視 的 呃 的事件 好像前面那個 負責 代理的 呃 你叫 雅剛的那個 女生對 受到 攻擊的 反應是叫 比較大一點的 那 後座的 家裡的女生 好像覺得 欸 你有沒有做得怎麼樣 然後沒事 就 就 對這件事的衝擊 好像就是 比較直接的 呃 我不曉得是 他可能覺得 我們家的身體關係 呃 呃 不用擔心背貌 呃 不需要擔心外貌 外貌 或是他覺得 欸 我們就是好朋友 每個 呃 就是 呃 可能 他還不是 就是 沒有覺得 欸 是 沒有 想到是 這兩個 呃 大概是 我看完這部 片的 想到 這樣 欸 那 那個問題 我覺得 蠻美食的問題 一點點的 聯想啊 你剛剛提到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 我覺得你的觀察 蠻有趣的就是說 為什麼後座的那個女生 比較會很強烈的反應 啊 然後你剛剛有一個蠻美食的推論是 她是不是比較容易直接的把那個東西跟興趣相連在一起 好 因為前座的那個 呃 比較有男剛的女生 比較容易被人家 避認或者是標籤或者是女同志 那 那 如果 她的話 可能不太容易被 所謂的標籤出來 所以 呃 我 然後前面的那個 那個人 她是比較 呃 有一點是認住 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然後後面的人 只是去 就是去安慰她 可能不關心她 也沒有正對 真正對那個攻擊 有任何的問題 那 讓我聯想到 我有 知道一個學生 對 幾個學生他們在做的 一個 我們之前做的一個小研究 就是去盤 一些 同志的大學生 他們怎麼面對這個 這個所謂的興趣向的歧視 那 我們定義那個興趣向的歧視 是 定義 有一種 近幾年有一個名詞 叫做 微 微心侵略 micro-aggression 那就是說這種興趣向的歧視 其實已經 呃 跟美國有一些那種 呃 比如說 槍擊啊 好像很直接的很明顯的 包括女子不太一樣的 這種微小的攻擊 其實有時候就是一個人生 有時候就是一些小動作 或者是一些 呃 不是 不是 不是很友善的小言語 那 遇到這種攻擊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真的做什麼 因為你要 你做什麼 人家就會說 你有這個問題 你想自己當作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很小 有時候是自己不友善的意思 那 所以 遭遇這種 不友善的 這種所謂的威脅 情侶的時候 那部分的 反應都會 很悶 或者是 很 就是 或者是 或者是 逃避 或者是 假裝美食 難化等等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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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多的 蠻常見 像他們的受訪 呃 那些受訪職有一些 是類似像這樣的 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激情的 譬如說有些人就會直接的 呃 呃 教育他 不是這樣子的 或是說你 你可以這樣子做 我這樣子說 那也有一些 會 會用更激烈的 方式去反擊 所以我覺得 呃 就是大家有很多可以延伸 譬如說前面的那一個人 會不會是他 呃 因為像這種 心情狀況其實 通常不會是單一的 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命 每一個女同志的生命 所以他屢次的遇到 呃 所以他屢次的遇到 呃 自從類似的經驗 然後他 如果沒學會 依靠 培應的方式的話 確實很容易就像他那樣子 那後座那個 當然他也很 safe 他比較安全 他比較 或許 比較機率比較低 遇到這樣子的 所謂的 高級的 經驗 所以可能 剛剛談談的 讓我們也講這個 影響 那至於家庭暴力 呃 表達愛的這個部分 就是呃 我也有一些 類似的觀察 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 表達愛的方式 是很不一樣的 呃 所以他會 講 所以你演語 其實是 你真的看那個演語的話 是很 很有距離感的 可是事實上 你如果真的看動 他那個動作 比如說 我回去 第一件事情 他們一定是叫我吃飯 我幫我拿 也是叫我吃飯 然後 就是弄弄什麼東西 那這方面 其實就是目標 然後愛的方式 但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說 接受這個愛的人 他看不看的動作 背後是愛 那 很多的伴侶的相處的困難 常常是 呃 看不懂 那看不懂的話 對那個有害的人 他也是很錯誤的 也不明明就是對你 就是失敗 那至於說 用暴力 呃 我 我 我其實蠻同意 有一部分的暴力的 呃 嫁害的人 他確實是 不知道怎麼表達愛 他們用這種方式來看是愛 那 那 但是也不完全是所有的 方便成的 師徒師 確實還是 還是有一些方便 就是 真的是 他是真心的想要控制你 跟真心的想要 呃 去壓迫你 就還是有一點 應該是說有一些 不一樣的內心 那 請來 嗯 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LEC就是说我们几个部分 然后他导演自己本身其实有类似的经验 那我们自己的女同志朋友其实也有类似的经验 有新的方向在高雄 那我想我们就是说 就老师或者导演这边有没有类似的之前的文献 或者数据可以直接就是说 同样相对就是说单头或女同的伴侣来讲的话 就是在这样子遭受到暴力行为的 过分自己的比例上面的话 是不是女性会比较高 因为我觉得这是又牵涉到就是在父亲设备地下的话 就是那性格价还是会容易有一种那种 加速产生的那种概念是对于说 女同志里面比较容易辨识出的 可能是比较属于体验的那一位的嘛 他可以展现出他的那个 询解或教训的那个部分就很自然而然的 不管我认不认识你 我就可以出手动手或是任何的方式来教训你 对那当然对单头 也许他们也是有些可能就是说交易信念 八卦为主的那个那样的人来讲的话 他也许当然他也是有没有排斥或第一的 只是可能就是说对女同志的话 是不是会有更容易出出口 或用任何的行为来表现 就相对于刚刚大老师说的那种什么 就是危险暴力的部分的话 当然会各式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但是是不是对女同志来说的话 他们也会容易比较 不过招聚在这样子的暴力威胁之下 这样子 对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请问我 我这边就是 相当趣到没有 但是我安排这个东西 就是我神经有出发的一些片子 然后有老师就想说 他这套这段他觉得非常气 他说你准备到那个 那个纽球被打 他没有任何反应 他正在在打流 我说他就该要站起来 然后反击他 但是他就开始打起来 这套才对不对 对然后就另外有关注就想说 其实不要想象 大家都应该要怎么样 因为我不去想真大 但这个时候 可以知道做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的 个性跟他重立这些事情的方式 对 但是如果就是 你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在街上遇到时候 我会碰一个反应或是什么 我想就是 我被教育的时候 其实其实我还是要 要如何反应 就是当很多 受心骚扰的人 或是受到压迫的那一方 他其实是 其实是每天照顾他应该要怎么反抗 怎么对抗这个 这个霸却 或是这个 不平衡的关系 然后在这里 虽然我还把这个女生被他还没有怀疑 但是其实后面有一个人 他是无论 我们的主意 他这时候也是没有很会收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 就是可能 就是社会比较低沉 然后没有受太大痛 他就是 就是像这样子的 就是有些压迫的人 反而是长过比较多的资源 长过比较多的知识 他反而是 就是那些朋友 哎 那是有些人的性命 对 就是大部属 所以我觉得 台湾有 我常常有一些老伯伯或老伯 其实是还蛮 就是还蛮 所以就是很亲切 所以很有人请婚 但我在这本书里头 我有提到 然后就是有个朋友 他在家里 就是有个被写信给我 看我的电影子 他说话就有 然后他能接收 然后他爸爸妈妈 他能接收 然后甚至是 对我就是内部 就是就是 我不是什么 就是我台湾社会的家里从头 我会觉得就是对自己的家人 是因为小孩要求比较多 他相对付看待别人 所以我比较不会那么严格 反而对自己的小孩 是用比较严密的方式 是对自己的 还是对自己的 我一个问题的话 我手里也没有特别的辞职了 如果一般的研究是发现说 社会的普遍 对于同志的接纳度跟这个接受的话 是平台同志要高一些的普遍是这样子的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的话 东西就会少一点或多一点 这个确实没有什么 比如说结婚大案 不过 你刚才的那个假设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就是说 因为他的女性身份 比如说先把女同志跟女性 这两个性分开来的话 他的女性身份是不是比较容易 会让他比较高的机会 会被 我不讲一个我自己 很久也起来 立刻 但是其实说起来很丢脸 于是我在开车 然后那个如果就是有点 外 就是有点瞎窄 然后 然后 我 哎 要怎么讲 反正我应该要 上内 照顾别人去 我看了 反而要周遍 周遍有点东西打不住 好 那对象 又有人要过来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觉得我的 我刚好就跟他 就是走同一条车道 他就很生气 他就按了很大的喇叭 然后我心中 因为我才开车的时候 是很胸盘的 这两个脾气很差 然后我就 我也很生气 我也按他 然后当下 EQ很不好 当然就有一种 一种一种念头 就跑出来说 我要下车 去去 怎样怎样 可是后来我也看 后来我们这个念头 我晚上 晚上挺住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想 因为她是一个女家 女家是女性 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念头 对方如果是一个 兇焚的 卡车 实际的方 我会不会有一个 所以我要下车 跟他打 或者说跟他理论 这样子的念头 绝对没有 因为其实 曾经有类似的经验 就是 好像不小心 吵到她的车道 最后 后面人很生气 他就来敲我的窗 我立刻就变死了 他就 不好意思 对 不好意思 我一看到你 然后立刻到他 他也就 他考了这样子 就不想要干嘛 就走不掉 所以对方是吃什么性 也跟 我在当下很生气的时候 是不是会 让我比较想要去做 你们攻击的动作 我觉得这里确实是有的 那再加上他 那个打的人 他可能 如果又有影韩 有带着一点性 倾向的启示 的话 确实我觉得 那个动作 确实是 还蛮高的几率 会让这个行业发生 结果觉得 把性别的影述 进来 确实 对至少在家 开车 交通这件事情 上 我觉得好像 好像是有点 好听的 谢谢 谢谢 他有问题想 可以 我问一下 那一天当中 不是 那个 那一天要清房 他就买滚酥面 那不是有发带新闻的 说家属 扣 什么剧团 那一段我想 你到这些 有特别的行业 因为 我听那些行业 现在讲的蛮长 我的讲的行业 很耐用的 但是 声音 压过我们的根本 其实 拍片 我想实际上来讲 拍片 我非常多 一些 但是 一些 那时候 我用这些 那时候 我 甚好 新闻 在过一些东西 很容易 可以 揭讯到 但是其实 这个东西 是有 需要跟电视台 买 声音 这样之类的 那 因为我个人 跟主题 就是 就是 台湾族群 独立的意思 还蛮强的 所以 然后又对于 一些艺术环境 就是像 很多我想家这件事情 有一些小 然后 他的真意都还蛮大 力 我就把他特别 把我们当面前的词 所以 那背景 就是 变成是说 我有个背景音 然后一张 然后看电视 不呈现了电视的内容 然后让他去听 听这个东西 那 其实有 也没有 他们就 一定要刻意 操受 新闻什么之类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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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让 呃 就是 让我新闻 就是 看电视的新闻 就是 然后 轻握这些事情 由于 戏剧情络伤害了 因为本身他就是 电影本身就是一个 星球系 就是背景 就是 要 不一定 要洗头脑脑脑 这样子 对 对 有 那就是其实 因为物分没有问题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看电的人有很多信息 就是 就是想 安全的问题之类 就是 其实这个也是 应该是要 就是跟电视看 然后我也 擔心 可是我当然擔心 就是 哎 你是什么 什么 很多人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 这个社会有那种表现的 就是 就是 就是觉得你 应该是什么 然后 呃 就是 想到那些 就是 一定要把你定位成是 特别 左边 右边 或是什么 之类 我就知道 这个 其实还很 但是 但是有时候 就是 必须要 就是 该 当社会上发生一些 恐怖的事情 你必须要 站出 那 有你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是 很重要的 但是 不是说 不要 就是说 我觉得一件事情 不要把你拎开去 就是 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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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 也就是 我本身就是 我太喜欢 看电视 就是 我 我的生活是没有 没有 但是 那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台灣新聞三十年 就是媒體很弱 然後即便我都讓發國出 看到媒體都會覺得 發國媒體也蠻誇張的 然後台灣的簡直就是那個 我覺得那個看的心情真的非常恐怖 因為媒體就是負面的 那你當你的 你如果因為自己的身份 你看到會被同事身份 就是 就是那樣子的 我可以因為那個就是 複念的那麼多 然後又一直在形成的 我覺得就是 就對我來我跟 就是給大家一個想法 就是我覺得 要享受生活 我在當下 就是讓自己是 確確實實的 就是有真實跟他 還是土地上的那種感覺 對而不是往前去想像 不去愛人的公司 跟他分手過後 你知道嗎 當下商量做事 對啦 後來怎麼他就這樣 的時候很棒 對啦 對啦 所以我們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 就 就 我問你 我問你 是我剛才的問你 沒有 就是你們都不好喜歡的影片 最後那個腳底的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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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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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 都是有陰陽 就是 都是 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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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很可怕 就是 他們玩遊戲 想說 泰奇又是陰陽 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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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那個遊戲真的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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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朋友的一個小小的遊戲 就是 就是 充滿安靜的就是 幫 會放話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身體又是沒有很多感覺 對 他被騷了 被騷了 身體是有反應的 情境 然後有滿多的那個安靜在那裡 對 對 然後就是前後呼應 就是結束在腳底 然後 開場的時候 所以我身後在畫 玩遊戲 畫一下 就是 那我覺得那性命關 其實感覺這樣 對 好 謝謝大家 對 對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對 我們有 過這調查 可以幫我們寫 後面可以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tv 對 感谢观看